對傳教士來說,傳道生活的一個重要理程碑就是與傳道部會長最後一次臨別的面談 在這個面談中最重要的就是討論一下這十八至二十四個月中這個傳教士究竟增加了什麼不新難忘的經驗和學到什麼事情 每一個的經驗都是很特別 是會按照我們個人的個性和各種的挑戰和磨練對於我們的試探 作為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家庭去做全部時間服務的時候 我們離開天父我們天上的雙親 我們有一位天父去認識我們 祂知道我們的優點和缺點能力和前臨 祂清楚知道我們如何成為一個稱職的傳教士 丈夫、父親和聖職領袖 在每一個傳道部會長,他會每六個星期會轉派一次的搬屋 在很多年前,有一位來自西班牙馬德里的賀威爾米西格長老在亞利桑羅州擔任傳教士的工作 當時他被蒙照到美國做傳導,幾乎是很不尋常 因為大部分西班牙的年輕男生都會蒙照在自己的國家 在那晚有一個結束路邊聚會 有一個不是月弱的成員走來他面前 他說這位弟兄我和一個朋友在一起 他已經是第一次很久沒有進入這個教堂 他問這個米西格長老 他認不認識一個叫做馬德里的河西米西格 當這個米西格長老回答 這個就是我的父親河西米西格 這位弟兄很高興地問了幾個問題 確定這個就是之前所提到的河西米西格 他確定這個同一個人之後 一位不悔悦的人抱著他 他說 你爸爸就是我整個傳導唯一師世的人 他認為他是很失敗的傳教士 他這麼多年來都不悔悦在教會 是因為他覺得自己不稱職和憂慮 所以令到主很失望 米西格長老跟著說 他說這位傳教士自認為失敗的傳導經驗 對家人來說意義非反 他和這位弟兄說 他父親洗禮的時候是一個年輕的單身成人 後來在聖殿結婚做六個子女 和米西格長老排第四 有三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傳過教 他們都在活教會活躍 和有聖殿的婚姻印證 這位是不活躍的環鄉傳教士 他透過努力 他現在知道有很多人蒙受祝福 而主派遣了一個長老 是由西班牙的馬德利 來到阿里桑拿參加這個勞邊聚會 令到他知道他究竟為神做了什麼事 傳教工作過程中 無論主選擇什麼方式去祝福我們 這些傳導祝福 並不是說我們在支聯會會長 要將我們卸任之後做宗旨 你的傳導以後的生活是提供訓練 藉著忠信服務和他的經驗 教訓和見證 其目的是要提供一些福音為中心的基礎 這些基礎是從今生持續到永恆 但是如果我們在傳導結束之後 不繼續去做這個祝福 就不會得到這個祝福 所以我們必須要符合這些條件 因為凡要從我手裡得到祝福的 就必須遵守那祝福指定的律法和有關的條件 摩西接受這個主派的 在祝福帶領以色列的人去脫離這個束縛 一次一次的災難發生 都沒有辦法令他們得到自由 後來第十次即將最後的災禍 因為那晚我要巡行埃及地 把埃及人一起投身的 無論人是畜生都要擊殺了 他接著就叫他們去把羔羊獻制 把血抹在門上 然後只要神應他 我一見血,這血就越過你們去 災厭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們 耶穆說,怎樣吩咐以色列人就怎樣行 他們獻上這個祭品收集這些酸血和逃在他們家 到了半夜耶穆說 將埃及地所有的長子都盡殺了 依照主的應許摩西和他的人民受到保護 以色列人所使用的鮮血 後來他們自己所做的獻祭品 象徵著救主後來的贖罪 不過,單單只有這些祭品的酸血並不足夠獲得這項祝福 如果沒有把血液塗在門架上 獻祭也毫無意義 萬宣會長曾經教導 全道工作並不容易 需要消耗體力 揭盡能力 還要運用最佳的能力 沒有其他任何工作能夠付出更長的時間 更多的熱誠或是這樣的犧牲和熱切的祈禱 作出這個犧牲之後 我們全到回家時都會帶著屬於我們自己的禮物 信心的恩賜 見性的恩賜 理解聖靈角色的恩賜 每日研讀福音的恩賜 巴塞隆拿的傳道那一陣 我對每個最後一次的傳教師有一個面談 我請他們回家之前 立即花一些思考 去看看祂和天父 使祂學了什麼東西 和祂有什麼恩賜 我請他們透過祈禱寫下這些東西 如何有效將學到的東西 運用在祂回家之後的生活 這些教訓會影響到祂生活的每一層面 他們的教育和職業 最重要的是他們如何持續成長 和變成耶穌基督的門徒 或者對任何傳教師來說 思考這些忠信服務所得到的事情 永遠不會太遲 如果我們這樣做 我一定會感到聖靈的影響 在上一次的總會大一教會 多馬貝利長老曾提出的邀請 我呼喚各位環鄉傳教師 再次奉獻自己 再次充滿全部服務的渴望和精神 我呼喚你們要看起來 來自天父的仆人 要成為天父的仆人 亦要做天父的仆人所做的事 我應許你們 如果你們為以往擔任全部時間 傳教師的熱沉 繼續向前推進 就會有偉大的祝福等待你們 現在我對那些尚未去做傳教師的年輕人 我要和各位分享 萬宣會長在去年十月的中局 我要重複先知長久以來教導的一件事 就是每一位配稱有能力的男青年都應該去準備傳教 傳部服務是一項聖職的職責 我們以獲次良多 而主於期望我們去傳教的義務 主於認識你 祂知道你去哪裡傳導 以及祂已經準備了這些經驗給你 祂的傳導部會長會知道你們需要些什麼 祂就像當你子女一樣愛你 祂幫你尋求啟發你們 所有人你去教導和教導你去見 以及你會對他們的生命產生永遠的影響 你的傳導會服務會成為你的聖地 當你透過聖靈感觸到你的教導的人心 你就會看到歸順的奇跡 當你準備個人去做傳導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成為主有效的伯仁 你需要去接受按手之後帶著名牌和進入傳教士服務中心 但這些準備在你做長老之前就要準備好 第一,去傳導的時候 你要帶著摩爾門經的個人見證 這個見證是由言讀祈禱獲得 摩爾門經是證實基督神聖的力量證據 亦是證明師知若實施物復興這個證物 身為傳教士,你必須先有自己個人見證 知道摩爾門經是真實聖靈是見證成你教導的核心 第二,去做傳教的時候 要配稱這樣擁有聖靈為伴 彭宣會長說過,聖靈是這件事中最重要的一環 有聖靈來光大你的召喚 你就能夠傳導地區為主行奇蹟 少了聖靈,你無論有多少才華都不會成功 第三,去傳導的時候要準備好工作 成功的傳教士,主要是根據你的尋找、教導、洗禮和證實方面 你衡量,你應該每日有效地去工作 儘量大有力帶領靈魂歸向基督 我要重複羅蘇培勒長老對一群男青年的邀請 我們同樣指望你們這些阿倫聖職的年輕弟兄 我需要你們,你們就像希拉曼的兩千個年輕戰士 你們也是屬神的兒子 你們可以蒙得力量去建立這個角度 你們需要像希拉曼一樣去建立神的聖約 我們需要你們像希拉曼一樣完全服從和忠信 只要有你接受這項邀請,就會學到寶貴一課 就像米西格長老,以及他曾經忠信地傳教 還鄉並運用他的教導經驗的一樣 你會知道先知萬孫會長說的話是真實 你們有傳教的大好機會 永遠都是這樣祝福你 你可以在舞台上演出不是觀眾 我去見證這些是真實的 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我會知道 我會知道 他有一個改善的 他會受到一位 如果他會受到一位 他會受到一位 我會用一個改善的 我會受到一位 你會受到一位